林小凡不知道他们不是为特殊蔬菜而来 所以这才频繁地跟他们解释着桂花鱼已经被预定完的事情 这些人听了连连地摇头 然后说话道 抱歉 我们并不是为了你的桂花鱼而来 我们是为了你的特殊蔬菜而来的 特殊蔬菜 这是什么情况 林小凡不解地问道 我们看到了电视台的报道了 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语 我觉得电视台说得有点夸张了 世界上真会有这么神奇的蔬菜吗 对 我也不太相信 毕竟蔬菜就是蔬菜 难道还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还能吃出龙肉的感觉出来 是啊 电视台的宝报道也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才打算过来亲眼瞧瞧 然后以好定个真假 林小凡一听可算明白了 原来这些人都是看了电视台的有关自己的特殊蔬菜的报道 然后不相信 现在是亲自过来验证真假的 好吧 这也是林小凡想要的 好奇心害死猫 只要他们对特殊蔬菜好奇就行了 只要他们过来就行了 那么特殊蔬菜的味道 特殊蔬菜的魅力会彻底的征服他们 让他们知道电视台所报道的有没有夸张 到时候相信订单就来了 所以此时的林小凡不仅仅不生气 相反 他还感到很高兴 于是林小凡一脸笑容的说道 各位 感谢你们的远道而来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 电视台报道的一点也不夸张 我那些特殊蔬菜就是如此 他们的报道是真实的 是毫无夸张和添油加醋的 呵呵 林先生 你别生气 我们也是好奇 然后想过来看看而已 所以不知道你是否方便带我们去你的所谓的特殊蔬菜 种植的看看呢 其中一个老者态度 和蔼的说道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东西是经得起任何人的参观的 不过吗 来者都是客 你们远道而来 不如就在我家喝杯水 然后我们在一起过去如何 林小凡热情的说道 不了 我们自己带了矿泉水和饮料过来 所以就不麻烦林小凡了 你如果方便的话 现在就带我们去蔬菜种植的看看吧 老者继续说道 林小凡也算是猜出来了 对方是怕自己做手脚 这才打算一刻不逗留 然后去个突击查看 可惜嘿嘿 不怕 因为特殊蔬菜就是特殊蔬菜 不需要做什么功夫去掩盖什么 他们竟然想现在就去看个究竟 那行 到时候他们就会知道 什么是打脸的感觉了 好吧 那你们跟我来吧 车就再放在这里吧 放心 很安全 出了事情我负责 林小凡道 那好 我们就跟你一起过去看看 于是 这些人便都跟在了林小凡的后面 然后一起走向了坡地蔬菜那边 浩浩荡荡的队伍 真是再次让三水村再次热闹了起来 来到了坡地这边后 林小凡便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对来者说道 各位 这就是我的特殊蔬菜地 请你们好好参观指导 谢谢 好说好说 那我们就好好看看 一人说完后 他们便齐齐看向了林小凡所指的蔬菜地 顿时 所有人的眼睛都立马放亮了起来 因为他们似乎看见了一个奇迹 天啊 这怎么可能 这么干旱的坡地 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蔬菜呢 我小时候就是跟着爸妈种植蔬菜的 我从未听说过 干旱的地方会有这么茂盛的西红柿 无法想象 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 这么好的西红柿和茄子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难道这个电视台的报道 是真的 真有这么神奇的蔬菜存在 我看到了仿佛不是一大片的蔬菜 而是一个奇迹 是的 一个属于生命的奇迹 这需要多么顽强的生命 然后才能在这干旱的坡地里 生长得这么好啊 是啊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常年去参观过不少的农场 真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事情 看来这次我们没有白来 或许电视台报道的不是夸张 而是事实 这些来者见到了坡地的蔬菜后 此时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发表评论着 大多数都是对于坡地蔬菜的神奇的感叹 这也让站在旁边的林小凡 感到非常的高兴 这就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是的 他就要用实力用事实深深的打他们的脸 各位我看你们别高兴的太早 我感觉电视台还是报道的不太符合事实 突然那个老者说话道 这位老先生你为何这么说呢 你们想想这么干旱的坡地 能生长得这么好的蔬菜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必然是使用了高科技的化肥或者农药 那么就和电视台报道的不完全符合了啊 因为电视台报道的是这些蔬菜都是纯天然 绿色 健康 无功害的啊 老者说道 好像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这么干旱的坡地 如果没有使用高科技化学肥料 确实不太可能会生长得这么好 是啊 老先生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是有可能是使用了高科技或者农药的原因 林小凡一听 自然不能干这么让他们误以为下去 于是便立马站出来解释道 各位 我所种植的任何东西都是纯天然 绿色 无功害的 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呵呵 林先生 恐怕这么好的蔬菜 如果不使用化学肥料或者农药的话 很难会生长得这么好吧 老者继续怀疑道 这位老先生 你应该对蔬菜很了解 相信如果蔬菜有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 或者是有没有使用过农药 你应该能检测出来吧 那的当然 我对此很有经验 只要我是检查过的 我就能判断个大概 怎么样 你的蔬菜敢让我检查一下吗 老者得意的说道 完全没有问题 请老先生现在立马就检查 如果有检查出我的蔬菜是使用过化学肥料或者是农药的 我立马向各位道歉 并且表示以后不再销售特殊蔬菜 林小凡拍着胸膛承诺道 这就是自信 这就是对自己特殊蔬菜的自信 自然 有什么好担心的 好 这话可是你说的 那我就不客气的检查一下了 我也要检查一下 我常点采购蔬菜 所以也会判断个一二 我也很好奇 所以也想亲自检查一下 是否真的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 或者是农药 对对对 我也要检查 反正我对这些还是有点在行的 以我的经验轻松就能判断出个大概了 这些人听到老者要检查一下后 此时 也不怕得罪林小凡的说也要检查一下 林小凡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豪爽的答应了下来 林小凡说道 各位 请随意检查 不要弄伤我的特殊蔬菜就行了 还是那句话 我这些特殊蔬菜都是纯天然的 绿色 无公害的 如果你们对自己的检查不自信的话 也可以拿到相关部门监测 一旦监测到了我的这些特殊蔬菜 使用过高科技化学肥料 或者农药 我立马道歉 并从此不销售特殊蔬菜 好好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下去检查 说完 这些人便齐齐地走了下去 然后按照各自的经验来检查着 林小凡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站在岸边默默地看着他们 检查自己的特殊蔬菜 他相信 很快这些来者就会再次发出感叹的声音了 果然 一切如林小凡所猜想的那样 很快 最先怀疑 林小凡的老者就开始表情发生了变化 他的脸上充满了震惊 而且还差点因此摔落在地上 幸好被旁边一个年轻的人给扶住 老先生 你这是怎么了 可得要注意点啊 年轻人关心地问道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些蔬菜真的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 也没有使用过农药 我可以肯定 我的经验告诉我 这是真的 太了不起了 老者依然还是一脸震惊地说道 对对对 我也支持老先生的观点 我刚刚也检查了 用我的方法 我发现这些蔬菜真的没有使用过任何的化学肥料 而且连农药都没有喷洒过 简直太神奇了 是啊 我也可以肯定地说 这些蔬菜都是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的 而且也没有使用过农药 看来电视台的报道并没有夸张 它们真的是纯天然 绿色无公害的蔬菜 在这个时代 能有这样的蔬菜 简直就是太难得了 最难得是 它们在没有使用过高科技化学肥料和农药 却能生长得这么好 而且你们看这些西红柿和茄子 简直太完美了 我从未见过市场上有这么完美的存在 只能说这真是一个奇迹 这些人此时都纷纷表态支持老者的观点 这一刻 它们也终于相信了电视台和林小凡所说的 那就是这些特殊蔬菜确实是纯天然 绿色无公害的蔬菜 这是一些完美的无以伦比的蔬菜 简直让它们震惊不已 林小凡虽然已经猜到它们会为此感到惊讶 震惊 但是现在听到它们说出来 还有那夸张的表情后 它心里面还是依然一阵爽 这种感觉简直爽乍天了 各位 怎么样 我的特殊蔬菜请问是纯天然 绿色无公害的吗 林小凡故意问道 呵呵 林先生 我为我刚刚的怀疑和错误话语向你道歉 你这些特殊蔬菜 确实是没有使用过任何的高科技化学肥料 以及农药的 它们太了不起了 太完美了 老者首先道歉道 是啊 林先生 我以为自己刚刚的话语向你道歉 现在我已经基本能确定了 这些特殊蔬菜就是纯天然的 我相信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不会错的 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林先生的这些特殊蔬菜 确实没有使用过任何的肥料和农药 真是太神奇了 我从未见过任何蔬菜 在没有使用肥料和农药的情况下会生长得这么好的 今天太眼界了 可不是 要说现在的时代 蔬菜不喷洒农药 不使用化肥 还真是稀罕的事情 可是林先生的这些偏偏是如此 而且还生长得如此完美 其他人也跟着老者一样 此时向林小凡道歉着 这让林小凡可谓是更加高兴了 这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谢谢各位的信任 既然你们都来了 那就品尝一下吧 这些西红柿虽然还没有完全熟 但是有一部分已经可以吃了 林小凡大度的说道 那个林先生 还是不要了吧 你这些西红柿价格那么贵 我们怎么好意思吃你的呢 没事的 我们三水村是出了名的热情的 所以来者就是客 千万不要客气 来 我给你们采摘 说完 林小凡也是立马就跳下了西红柿地 然后采摘了一些西红柿上来分给了他们吃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所以林小凡才不会在乎这点西红柿 他相信这些人真正品尝到了 西红柿的特殊味道后就会被征服了 到时候就算没有订单 那么口碑就会来了 众所周知 口碑才是最好的宣传 口碑好了 订单还会远吗 这些人都是看了电视台的报道 才过来的 他们也并没有品尝过 真正的特殊蔬菜的味道 刚刚他们只是不太好意思吃而已 现在见林小凡一家采摘上来 分到他们的手上了 那么他们自然就不客气了 那好 我们就试试 多谢林先生了 林先生真是豪爽之人 老者代表说话道 客气了 请尽管品尝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林小凡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然后 众多来者也就不客气了 此时都纷纷把西红柿放到嘴里咬了起来 这一口下去之后 他们的表情也都发生了变化 似乎有一种不太相信 眼前的一切是真实的感觉 不过他们并没有急着表态 而是连续的吃了几口 甚至有些是直接吃完了一个西红柿 然后他们才开始表态着 太好吃了 简直太好吃了 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红柿 简直是无以伦比 像是来自天上一般的感觉 真的是特殊西红柿啊 这一股味道 我还没有在其他西红柿里面品尝过 它就像是完全懂得我味蕾的感受一般 轻而易举的就把我给征服了 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此刻的心情 只能说这些西红柿真的很好吃 完美的味道 难怪电视台里会如此报道了 一点也不夸张 换做是我 估计也会这么说 是啊 你们都说太对了 这些西红柿真是人间极品 最难得的是 它们还是在干旱的坡地里种植出来的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奇迹啊 对于奇迹的东西 它们的意义自然就不一样了 吃了这一个西红柿 我这次总算没有白来 原来电视台报道的都是真的 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神奇的西红柿 林小凡听到这些人的表态 便预感到新农场的订单应该不用愁了 多谢各位对我的西红柿的夸奖和肯定 你们能喜欢吃就好 呵呵 林先生真是个神人啊 这么干旱的坡地 不仅仅能种植出这么好的蔬菜 而且还能让蔬菜的味道发挥得这么好 简直让老夫惊叹 这样吧 我想向你采购500斤 西红柿和茄子 你意下如何 老者毫不犹豫地说道 等等 林先生 我也要和你采购 我要各自300斤 这么好的蔬菜我怎么可能会错过呢 林先生 我直接各自要1000斤 你们都别抢完了 留点给我 西红柿 茄子 我各要800斤 我也要 我也要 我要各自500斤 对于这么好的特殊蔬菜 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它能征服我 自然就能征服食客们 所以我也要采购 给我各自来2000斤 在老者的带头之下 其他人此时也都纷纷表态 要和林小凡采购特殊蔬菜 而且数量是越来越大 这让林小凡简直感到一种惊喜 林小凡高兴地说道 各位 这个破地的所有蔬菜的都被人预定完了 啊 林先生 我可不管 你得给我留一点啊 哪怕是100斤也行 是啊 林先生 你想想办法 你看看 我们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 就是冲着特殊蔬菜而来的 你总不能让我们白白的回去吧 我相信 林先生一定会有办法的 都给我们搞一点吧 这些人以为 林小凡就这一破地的特殊蔬菜了 所以听到林小凡说 破地的蔬菜已经被人预定了之后 他们便显得有点失望 此时都要求着林小凡想想办法帮他们留点 林小凡刚刚也是故意的 让他们产生情绪上的剥夺 然后接下来订单的事情才好谈 见识机差不多了 林小凡便解释道 各位 你们听我说 这个破地的蔬菜是已经全部被人预定了 所以确实不能卖给你们了 不过你们是否真心想要呢 那是当然 这么好的特殊蔬菜 我放过了小电影 也不会放过他们啊 谁会拒绝这么好的特殊蔬菜呢 那不是傻子吗 所以林先生 你就给我们留一点吧 对 我们就是真心想要的 既然各位是真心想要的 那么我可以带你们去我的新农场那里 那个农场才刚种植下去 目前还有订单数 所以你们可以在那里下订单 到时候可以收获了 我再一一的通知你们 林小凡再次解释道 好好好 那就行了 走走走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 是啊 一起过去看看 于是 林小凡便带着他们来到了新农场这边 阿凡哥 又带那么多客人来参观农场啊 李三见了好奇的说话道 是的 这些人的都是看到了电视台的报道 才过来的 你找旁开来过来一下 等一下我还要和他一起做事情 林小凡吩咐道 好咧 我这就去 林小凡之所以找旁开来过来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这个农场的订单合同以来的 他打算和旁开来一起搞 这样的话 他以后就会和自己一样清楚个大概 毕竟他以后可是这个农场的管理人员 作为管理人员里应要对慢慢学会这些 各位这就是我的新农场 你们别看现在蔬菜苗子才刚刚开始 但是我敢向你们保证 不出个把月就可以收获了 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久的话也可以不预定 但是我只能说一个月后你们想预定的话 估计也就没了 林小凡转身对各位来者说话道 这些人已经品尝到了特殊蔬菜的魅力 所以自然害怕林小凡所说的那样最后没有货了 毕竟他们都是老江湖了 知道好妞不怕没人追 好货不怕没人要的道理 于是他们都纷纷表示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接受等待 反正好过到时候没有货 然后毛都没有采购到 那好 我林小凡感谢各位的信任了 放心吧 到时候这个农场的特殊蔬菜 如果没有像坡地那边的一样 令你们满意的话 那么我也是可以接受退货的 毕竟我们要的是长期稳定的发展 所以一定会保持质量输出的 林小凡保证道 那就行了 林先生 你说吧 这些特殊蔬菜分别是多少钱 我们还是坚持要订购 对 林先生 你就爽快点说个价格吧 我们愿意等待 也相信你 这么好的特殊蔬菜 必然要预定的 这一点 我还是能接受的 不多不多 全部都20块钱一斤 相信你们也是知道的 因为电视台报到的时候 也有说价格出来 林小凡认真的回答道 是的 这些人其实心里面也是知道 刚刚只是默默地商量好的故意问 然后看看价格会不会有什么变动而已 而且他们人多 要的订单数也多 所以他们就试图用这一招来给林小凡增加压力 然后试图能够得到更优惠的价格 于是他们便开始相互点头 然后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林先生 20块钱已经太贵了 你看看我们这么多人 而且每个人预定的数量都不小 能否看在这些上给一个优惠的价格给我们呢 是啊 林先生 所谓量多价格优 我们这么多人 集合起来的订单数可是非常大量的 按照正常的市场逻辑来说 你应该要给些优惠才比较合理 林先生相信也是明白人 我们这么多 像你预定这些特殊蔬菜 证明了我们的诚心诚意 所以不看其他 就看这一点 你也应该给我们一点优惠吧 20块钱一斤是有点贵了 如果能给些优惠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给预定了 希望林先生是个明白人 这些人联合起来这么说 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让林小凡给优惠价 而且此时 他们都很有信心 林小凡一定会给他们优惠价格的 林小凡会听从他们的话语 然后给予优惠的价格吗 显然不会 林小凡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么一招 所以心里面早就做好了准备了 嘿嘿 想让我减价 没门 这东西一旦有了开头了 那么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循环下去 所以他不会去开这个头的 再说了 他也不担心销量问题 大不了再等等就是了 绝对不会被他们的话语给忽悠到了 于是 林小凡淡定的说话道 各位 谢谢你们对我的特殊蔬菜的支持和肯定 也非常感谢你们愿意预定 但是抱歉 关于价格这一块 我真的无法再优惠了 因为我给所有人的价格都是如此 如果给你们优惠了 那就是对其他的不公平 我想这会让我很难做人的 当然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价格实在太高的话 那也可以回去考虑清楚了 然后再来联系我 林小凡这话一出 可是彻底的让他们惊讶了 因为他们没有想过这样的剧情 本以为那么多人预定 然后又砍价 林小凡会自然而然的减低价格 可是谁知道现在林小凡的态度如此的坚决 这可是和他们平时见过的所有供应商都不太一样啊 林先生 难道真的不可以给我们优惠了吗 其中一个人还是不死心 继续砍价道 真的无法再优惠了 因为我如果给了你们优惠 那对于其他老顾客就是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再说了 你们也是知道的 我这些特殊蔬菜和一般蔬菜的区别 所以价格上自然也是有区别的 还是那句话 你们也可以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 我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 只是最后还有没有 我也就不敢保证了 林小凡耐心的回答道 林小凡的最后一句话 无疑是让他们有点捉狂 毕竟谁都担心 这么好的特殊蔬菜最后没有了 如果不能采购到 那对于任何一个品尝过特殊蔬菜味道的人来说 估计都是损失 谁又愿意去品尝这一份损失的遗憾呢 好吧 那20块钱一斤就20块钱一斤 我愿意采购 最后还是那个老者首先开口答应了下来 而随着老者开口后 其他的人也都纷纷的觉得可以做下决定了 不然吃点估计就真的没有了 林小凡听了非常的高兴 这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所想 再顺利的进行着 多谢各位了 特殊蔬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所以你们就尽管的放心吧 要是决定好预定的话 那么现在就跟我回去签约合同吧 林小凡一脸笑容的说道 于是 这些人便跟着林小凡回到了林家 然后一起商议着签约合同的事情 这么多人 林小凡自然一个人忙不过来 所以他刚刚叫了庞开来帮忙 是正确的选择 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 这速度也快速了很多 经过了大半天下来后 林小凡和庞开来两人手上 也就接到了一大碟的特殊蔬菜订购合同了 太好了 老板 你看看这些订单合同 真是好大一笔书呢 真是没有想到啊 西红柿和茄子都还没有开花 现在已经基本被预定完了 庞开来惊讶地说道 哈哈 所以我说只要是好的东西 就是不愁销路的 好好的跟着我干吧 不会让你吃亏的 林小凡得意地说道 好咧 我一定好好的跟着你干 那就行 这些合同你先全部拿回去 然后统计一下 给一个具体的字数我 以后蔬菜这边就得你多多费心了 林小凡吩咐道 没问题 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没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拿合同回去了 等统计 好了之后再汇报给你 行 你慢慢统计 可别出错了 于是 庞开来便一脸笑容地拿着合同离去了 而林小凡也是非常的高兴 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桂花鱼和特殊蔬菜都不需要他担心销路的问题了 因为已经基本全部被预定完了 所以等待他的就是收获而已了 很快 林小凡农场的特殊蔬菜已经被人全部预定完的消息 也在三水村给传开了 虽然村民们才惊叹于林小凡的桂花鱼 已经被全部预定了没多久 但是现在听到农场的蔬菜又被预定完了 他们还是继续惊叹着 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感觉林小凡就是为奇迹而生的 最近总是创造一些奇迹出来 先是桂花鱼才养殖了没多久 就被酒店和餐厅给预定完了 现在又是到农场的蔬菜才刚生长出苗子 又被酒店和餐厅预定的完了 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这就是命 林小凡或许就是有这样的命 真是太羡慕他了 这辈子他都不用为钱筹了 这样一来他都不用担心销路问题了 而且一旦采摘一次 那可就是过百万的收入了 很快他就会成为附近最有钱的一家人 是啊 真是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啊 想以前林小凡一家在附近村都是最穷的存在 可是现在呢 简直一个大反转 成为了最有钱的一家 鱼还没有养殖多久 就被人预定完了 蔬菜没有开花就被人给预定完了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农民 没有之一 村门对于林小凡的评价 这次除了佩服羡慕之后 又增加多了几分的感慨 特别是经济方面 毕竟以前的林小凡家实在是太穷了 而现在 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林小凡不仅仅不穷 还很有可能变成附近的第一毫 林小凡听到村民们这样的感慨 心里面也很高兴 这就是他的一个小目标 他就是要改变现在的一切 改变林家的一切 然后走向那逍遥小农民的生活 桂花鱼和特殊蔬菜的销售问题 已经搞定了 所以林小凡也可以轻松了很多 在林家喝了一杯水后 他打算去找韩云云 这个美女书记聊聊 也顺便感谢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支持 来到了村委会这边后 韩云云和林大龙都在各自的办公桌上 看着资料 韩云云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林小凡的到来 然后一脸笑容地站了起来 说话道 阿凡 你过来了 我刚刚出去听村民们聊起你了 你最近可真是成为了三水村的火热人物啊 是吗 呵呵 他们只是夸张了而已罢了 林小凡谦虚地说道 这可不是夸张 我听说今天你的农场来了很多客户 然后把那些特殊蔬菜都全部预定了 是有此事吗 韩云云道 林小凡点点头 然后说道 确实是有此事 现在我的桂花鱼和特殊蔬菜基本已经被人预定完了 天啊 你简直就是神农啊 我从未见过有哪个农民会有你这个本事的 这鱼都还没有长大 蔬菜都还没有开花 然后就全部被人给预定完了 韩云云惊讶地说道 是啊 我几十岁的人了 也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看来阿凡就是创造了一个个农民的历史啊 一旁的林大龙也插话道 呵呵 我只是做着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支持我 所以就当是运气好咯 你呀 还是那么谦虚 这就是你的本事 别扯那些运气好 现在你是我们三水村的红人了 三水村也因为你而获得了更多的曝光度 所以你对于我们三水村的贡献 那可是大大的 韩云云向他竖起大拇指道 谢谢云云的夸奖 我真觉得这是我作为三水村美应该做的事情 好了 别总是谦虚了 这次来找我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韩云云关心地问道 呵呵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是刚忙完 然后想到了 你就过来瞧瞧了 顺便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林小凡如实地回答道 那好 我给你倒杯茶水 然后我们再慢慢聊 于是 韩云云变主动地去给林小凡拿了一个一次性杯子 然后给她倒了一杯茶水 再然后还坐下来和她好好的聊着 韩云云也很享受和林小凡在一起的感觉 无论是聊天还是干嘛 反正她就是享受这一刻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反正就是怪怪的 林大龙也没有想太多 纯粹地以为两人是朋友关系罢了 毕竟在韩云云刚来三水村的时候 她就知道两人就认识了 所以此时也是自己在看着账单 任由两个年轻人聊天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也可以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然后韩云云便提一叫 林小凡带她去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菜肴 毕竟她第一次来这边 对于这边的美食也不怎么了解 林小凡对于这个要求是有点为难的 一来是担心梁文文知道了会吃醋 二来她对县城的美食也不了解 毕竟在此之前 她连一个星期一餐猪肉吃都不敢奢望 不过韩云云一直在提起 而且还说可以去到县城慢慢找 她就只好答应下来了 出于礼貌 她还叫了林大龙要不要一起 林大龙自然不好意思跟着去 所以就借故下班回家忙活去了 于是林小凡只能和韩云云一起过去了 那个云云 既然你我是朋友 那你来到了这边了 我自然要带你出去吃一下 只是我家里没有小车 只有电动车 你介意吗 林小凡老实地说道 傻瓜 我又不是那种非小车不坐的人 有车就行了 哪怕是单车我都愿意坐 韩云云肯定地回答道 是的 韩云云虽然出身高贵 从小就是坐小车 开小车的主 但是她的骨子里一点也不傲气 她是那种很随和的人 在她看来 人人都平等的 无论是开什么车 只要人是心地善良 努力积极的 那就没有什么好比试的 再说了 现在还是林小凡这个独特魅力的男人开的 无论是什么车 哪怕是破三轮 破自行车 她都能坐在上面微笑 于是 林小凡和韩云云便约好了 等一下一起去县城吃个晚饭 然后 林小凡先回去换身衣服 而韩云云也要准备一番 毕竟女人嘛 出门之前都要准备一番的 这是惯性 林小凡回到家后跟爸妈说了一声 然后叫他们不要准备自己的晚饭了 林爸和林妈听到自己的儿子说 要和韩云云去县城吃晚饭 也是很惊讶 不过想想 这也没有什么错 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 毕竟他们都是成年人了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也就不需要干涉太多 时间大概到了六点十分后 林小凡就开着电车 来到了韩云云的住所这里了 而韩云云也是准备好了 换了一身连衣裙 看起来简直像是一个仙女 这不禁让林小凡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看什么呢 没有看到过美女啊 韩云云红着脸问道 是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美女罢了 哦 走吧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不然去晚了 可没有晚饭吃咯 林小凡道 好 谢谢你今晚带去我县城吃晚饭 韩云云说了一句 谢谢 然后变上了林小凡的电动车了 不过由于她穿了连衣裙的原因 所以坐的时候只能打横坐 等韩云云坐好后 林小凡便启动车子出发了 这是她第一次搭着这个大美女 不过她并不紧张 因为最近服用神农液体的原因 所以她的心境几乎是超越了凡人 车子开起来后 便有风了 虽然这个风是往后吹的 但是林小凡依然还是能清晰的感受到 这个美女书记的体香 是真的香 真的很勾魂的存在 一路上 两人也是有说有笑的聊着 一直到了县城 林小凡是本地人 所以自然不会让韩云云 跟自己一起找吃的 而且这个时间已经是七点左右了 再找的话估计别人都快打烊了 其实在林家的时候 她已经用手机网上查过了 所以心里面也大概确定了一个位置了 此时她直接就开车去了那里就行了 这是一家专门吃当地特色餐的餐厅 叫做幸福餐厅 林小凡查过了 当次还可以 所以也不会失礼 阿凡 你开车蛮稳的吗 我坐在后面一点飘的感觉都没有 韩云云一脸笑容地说道 呵呵 我以前都很少开车 所以开得比较慢而已 没有吓到云云就行 怎么会呢 坐在你身后我感觉很安全 韩云云肯定地说道 是的 这个男人给予了他十分安全的感觉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当初在市区林小凡救过他吧 比较女人有时候就是如此感性 很容易就会对一个人产生某一种感觉 包括安全感在内 那就好 走吧 我们就在这一家吃 林小凡道 好的 我都挺你的 于是 两人便走进了这一家叫做幸福餐厅的餐厅 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这个时候服务员也很快就过来招待两人了 林小凡对于这个餐厅也不熟悉 因为他以前哪里敢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所以只能问服务员有什么特色的菜 然后点了两份 再点了一些素菜 也就基本可以了 毕竟两个人吃不了多少 阿凡 这个小县城看来还蛮不错的嘛 安静 热情 我很喜欢 韩芸芸评价道 喜欢就好 以后有空也可以常来 林小凡道 会的 特别是有你这个好朋友在这里 所以我自然要常来 韩芸芸点头道 是的 如果不是因为林小凡在这里 或许 韩芸芸的计划 就是在这边实习三个月 然后就彻底的告别这个做小县城 小山村了 可是现在有了林小凡 在这一边 或许他知道自己会思念这座城 那一座村庄 两人又说有笑的聊了十几分钟后 饭菜便慢慢地上桌了 对于这些饭菜 整体感觉还不错 但是要和林小凡的特殊蔬菜 比起来简直差远了 当然 人也不可能总是吃特殊蔬菜 不然在好吃的东西也都会吃腻的 所以要均衡进食 吃完了晚饭出来后 已经是晚上的九点左右了 林小凡本计划回去的 但是韩芸芸突然想到了近期有一部新的电影上映 很想去看 林小凡只好陪着他去看了 说到看电影 林小凡这二十多年的人生里 还没有走进过电影院 毕竟之前家里面的情况压根不允许 他哪里走走进去看呢 外面的花花世界 在此之前是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个芸芸 我没有看过电影 所以我给钱你 然后你去买票吧 然后我们一起进去 林小凡也不装逼 如实地说道 行啊 没事的 我跟你一起去买票吧 有了第一次就会慢慢地熟悉了 韩芸芸道 那好吧 谢谢芸芸了 不好意思啊 我穷苦人家出身 所以没办法 很多东西都没有体验过 没事的 那都是过去 过去的一切并不代表什么 现在 将来才是最重要的 走吧 我们先去排队买票 说完 韩芸芸便主动地拉着林小凡 去排队买电影票了 也就是在拉手的那一煞间 林小凡就清楚地感受到了 这个大美女的手掌的肌肤 真是太软太滑了 韩芸没有想太多 毕竟刚刚她只考虑着 拉林小凡来排队买电影票 等排好了位置了 然后她才预感到了 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立马就松手了 然后脸色也是有点小红了起来 今晚看电影的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很快两人就买好了电影票了 然后又坐在大厅的沙发那里等候了一下 直到进场的时间 韩芸芸才带着林小凡去检票进去了 这也是林小凡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不过也并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无非就是找好自己的位置 然后坐下来戴上3D眼睛罢了 两人坐了 下来后 很快电影就开始播映了 林小凡对于电影 其实并不是很感兴趣 因为她从小就没有这个爱好 不过由于是第一次进电影院 然后有点好奇 所以就在陪着韩芸芸认真的看着而已 一场电影下来大概要了两个小时 看完之后 两人也第一时间出去了 不过出到了一楼的大厅后 林小凡有点尿急 然后便去了一趟厕所 让韩芸芸一个人在这里等候 县城的电影院门口 每到晚上这个点 就会有不少附加公子哥 或者混混类的 开着车在这边 然后打算寻找那些寂寞的单身女人 作为自己的猎物 毕竟她们有资本 所以通常都很容易成功 然后林小凡去了厕所后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韩芸芸了 毕竟韩芸芸在这个小县城 绝对是大美女的存在 又是一个人站在那里 自然就成为了她们的目标 哟 霸道哥 那个妞真不错哦 要不要我们去玩玩 是真不错 我在县城这么久 还没有见过这么正点的妞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外地人的 我说霸道哥 管她是不是外地人呢 就算是本地人又如何 在这个县城谁还敢动你不成 是啊 霸道哥 上吧 哥们支持你 这么漂亮的妞 你理应要品尝一口 那好 走 我们去调戏一下这个小妞 好咧 我们都听霸道哥的指挥 这个所谓的霸道哥 真名叫做李大拿 由于经常霸道欺负人 所以外界才给了李霸道的花名 李霸道可谓是县城有名的富二代了 家族企业是李氏集团 他是最小的一个公子哥 不学无数 经常就拿着家里的钱 在外面和小混混们待在一起 而且出了事情 就靠着家族的关系搞定 所以这些年 凡是他想上的女人 还基本没有不成功的 因为用钱解决不了的 他就用暴力 用暴力解决不了的 他就用关系 霸道之名也可谓是由此而来 真是名符其实 好一个霸道 很快 这个所谓的李霸道 就和他的狐朋狗友 来到了韩芸芸的这边了 然后还把韩芸芸给围了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 韩芸芸见此 便惊慌地说道 哟 小妞 一个人啊 不如陪搁几个玩玩吧 放心 我们会对你温柔一点的 是啊 让你好好享受一下 保证让你舒舒服服的 小妞 今晚你可真幸运啊 遇到了我们 一起玩玩吧 去去去你们的 对待美女能不能思维一点 应该是 先请小妞吃个宵夜 然后再去玩玩 说吧 小妞 你想吃什么 在这个县城 我都可以带你去品尝 对对对 还是霸道哥有见识 小妞 说吧 想吃什么 我们霸道哥有的事前 你们给我走开 我和朋友一起过来的 等一下我朋友就要出来了 韩芸芸立马推开其中一个人 然后往后退了几步 哟 好厉害的小妞 我喜欢 我就喜欢这样的性格 来啊 给我把她按住 然后拉上车 霸道哥笑咪咪地说道 好咧 交给我吧 霸道哥 说完 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家伙便走了过去 试图把韩芸芸给捉住 然后拉上李霸道的车 可是就在她试图拉着韩芸芸的时候 突然一个身影快速地出现 然后把韩芸芸挡在了身后 你们干什么 立马给我滚 这个少年霸气地说道 阿凡 你终于出现了 他们好恶心 韩芸芸像是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地躲在了林小凡的背后 是的 这个少年就是林小凡 林小凡刚从厕所里面出来 然后就看到了这一幕了 她自然不会不管韩芸芸 她带过来的女人 她的朋友 不管是谁 她都不会允许出任何事情 芸芸别担心 今天有我在 谁都别想对你怎么样 林小凡转身对韩芸芸说道 嗯 谢谢你 阿凡 韩芸芸给了林小凡一个信任的眼神 李霸道等人也没有想到会突然有人出来 破坏了他们的好事情 所以此时也是有点惊讶 当然 惊讶是惊讶 他们可不怕任何人 毕竟谁都知道李霸道背后的实力 更何况一个林小凡 他们更加不放在眼里 各位听友朋友们好 祝大家都如林小凡一样 剪刀宝评发大财 如果能动动手只点赞 点订阅 今年必发大财 好了 今天的被窝故事到此结束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标题顺序开启下一期 123 6 4 4 4